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我2019年所有信用卡的消费占比到底是多少 而且第一名真的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信用卡哦 哈喽我是徐曆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出我的2019年信用卡消费总会股 今天这支影片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2019年的总消费每张信用卡 它占的%数到底是多少 而哪一家银行所推出的卡呢是我消费最多的信用卡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会拍这个主题呢是因为我前天也在PTE上面看到有一个网友呢 跟大家分享他每一张卡或者是每一个银行消费的总比例到底是占的多少 我个人觉得还蛮有趣的 所以今天这支影片也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我2019年的总消费 哪一张信用卡的比例占最高 而且哪一家银行发卡的信用卡占了我总消费金额的最高比例吧 好那我们公告的顺序呢就先从最低的开始之后呢 慢慢再一一去跟大家分享今天的第一名到底是谁吧 首先占比最低的是远银Banky的信用卡它占了总消费的5% 那这张信用卡其实我比较不会在国内使用它做消费 那这5%呢多半都是在国外消费所累积下来的金额 但是其实远银的Banky卡对于新卡邮的优惠呢都是比较好的 像是最近有紫禁外送10%紫禁交通20%的现金 还有绑定LinePay消费就可以以后再享有10%的点数回馈 所以既然我已经不是新卡邮了在后面呢也有比较少出国的话 这张信用卡的消费金额本身也会比较低一点哦 接下来倒数第二名呢是联邦的赖点卡它占了总消费比例的6% 那其实联邦赖点卡也是2019年下半年才推出的信用卡 那我必须说一句老实话其实它也算是我最近的主力信用卡之一 因为呢它在12月31号之前如果说你绑定LinePay一卡通缴费的话 在国内可以想要4%的点数回馈其实算是还蛮不错的 只是呢因为我近几个月的消费呢并不是到非常的高 所以这张信用卡的总金额占比呢才会排到那么的后面 那它呢最近也有推出一个点时成绩的活动 就是你在每个月10号在网购或是餐饮上面消费啊 都可以想有10%的回馈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自动扣角、水电瓦斯、电信费、路边停车费的话 一样呢是可以想有10%的回馈 那它这个活动呢是一直到明年的3月底之前 所以我觉得它虽然现在联邦赖点卡在总消费比例里面算是比较后卫的 可是我觉得它一定会后来居上慢慢的往上爬 接下来倒数第三名呢是永丰的大户现金回馈信用卡啦 它呢总占比呢是7% 那其实永丰大户也是我最近才把它拿来当做主力消费信用卡之一啦 因为它呢国内可以想要2%海外可以想要3%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如果说你今天在指定通路消费的话 就可以在额外想要5%的现金回馈加码嘛 那就像我刚刚跟大家提过的 其实我最近的消费呢并不是到非常的高 所以这张信用卡在后面拿出来 它的消费金额本来就会比较末位 只是这张信用卡有一点可惜的事 目前它的回馈公告就只有公告到12月31号而已 所以也不知道明年它有没有办法继续留在我的钱包里面哦 好那讲完后卫三名之后呢 接下来要跟大家公布我的前三名名单啦 首先第三名呢是玉山银行它旗下所发行的所有信用卡 那它所有的消费金额加冻起来是占了总消费的11% 那其中第一名呢就是玉山派钱包信用卡啦 那它在玉山银行总消费的部分是占了50% 而玉山派钱包信用卡也是我介绍非常久的国内无脑神卡 就是它可以享有2.5%的PB回馈 那通常我都会把PB拿来缴电费 或是缴其他的生活贵费做使用 我个人觉得还蛮方便 而玉山派钱包信用卡是已经公告到明年的2月29号 所以就算到现在我个人认为它还是一张可以申办的信用卡 并且呢它的回馈也算是还蛮堪用的 接下来玉山旗下的第二名呢 相信大家应该也猜得出来是谁了吧 没错那就是玉山U贝尔卡啦 那它在玉山银行消费的总占比呢是45%啦 其实呢玉山U贝尔算是后面才推出的信用卡 可是呢它的消费金额算是后来居上 因为我个人都会把它拿来绑定行动支付 或者是任何网购甚至订购高铁票等等之类的消费 反正呢只要是透过网路的 我通通都是使用玉山U贝尔 而且网购回馈5%真的非常的高 所以它的消费金额才会一路立马狂飙 直接快要跟用了一年的玉山派钱包信用卡的消费并驾驱了 接下来玉山旗下的第三张相信大家应该也猜得出来是谁 那就是玉山only卡啊 那它呢占玉山银行的信用卡总消费了5%啦 那玉山only卡目前我使用的时间就只有帮我朋友买廉价航空的机票 因为可以想要10%的现金回馈 我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 如果说你今天在12月31号之前申办 就可以想要level3的等级维持一年 就是你在国内可以想要1.6% 海外可以想要3.6%的红利回馈无上限 那接下来第二名的系统在做统整的时候 我完全是超乎我的预期跌破我的眼镜 它呢就是国泰的coco卡 其实这张信用卡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到它会进前几名 我一开始想到我最近那么少刷它 它应该都是净陪莫座 殊不知它直接出现空降第二名 那它占了我所有消费的15% 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其实我也有吓一大跳 我想奇怪怎么会那么高 我那时候还想到因为去年呢 我帮我朋友利用这张信用卡购买了iPhone的手机 并且利用分期付款的方式 那国泰coco卡在去年的时候算是网购神卡 就是它还指定通过消费啊没有任何的低销 都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 那我呢刚好在年底左右 帮我朋友利用分期买了这只手机 而我觉得非常幸运的是 就算跨年之后呢 每一期的消费呢 coco卡它都还是可以让我们享有5%的现金回馈 那刚好国泰coco卡又在年底的时候 推出了9527的活动 所以它呢就正式在解冻 变成我还蛮常使用的一张信用卡 反正呢就是分期付款加上9527的活动 让它的消费金额直接占据了我总消费的15%啦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公布这一次的冠军 相信大家应该都猜得到了吧 没错那就是台新银行的Ritra家族啦 那Ritra信用卡的费用呢 占总消费的50% 好那其中Ritra家族里面 我使用第二名的信用卡是 Ritra的GoGo卡 总占比呢在Ritra信用卡里面占了34% 是不是很出乎意料GoGo卡竟然是第二名 那我相信大家应该猜得出来第一名是谁了 好那GoGo卡它就是我之前非常爱的神卡之一 它就是一般消费1.5%指定消费可以想要3.5%的现金回馈 那在之前不管我是利用行动支付 或是一般消费我都会拿GoGo卡出来做消费 其实刚好到后面呢 因为慢慢有越来越多高回馈的信用卡出现 所以它才慢慢的飞到 可是呢它一直都是我主力信用卡的前三名 好那接下来相信大家猜到第一名应该是谁了吧 没错那就是Ritra的FlyGo卡 其实我看到这个排名的时候我真的是直接是 倒抽一口气的感觉 想说怎么是Ritra FlyGo卡也太出乎意料了吧 那它还占Ritra家族总消费的66% 是不是很惊人 因为我今年自助旅行出了两次国 而其中一次也是跟我朋友他们一起去日本的大阪 那如果说你没看过那次Vlog的话 我会把影片放在上面 大家记得点开做观看哦 那因为旅行的机票跟住宿呢 都是由我这边先出钱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Ritra FlyGo卡的总消费金额会那么高的原因 虽然出国呢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 可是你还是要管理好你的财务 不然有时候信用卡真的刷起来很无痛 你就会到后面统计才发现 原来你在国内的消费都不是最高 出国消费的总金额才是最高的 那利用Ritra FlyGo卡 其实购买机票可以享有5%的现金回馈 那它在国外也可以享有2.8%的现金回馈 无上限 所以其实前任者在国外消费 我绝对都是直接拿Ritra FlyGo卡出来刷的 但是我压根没想到它会占据我总消费的第一名 这真的是我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情 好那以上就是我2019年的信用卡消费回馈总整理 因为其实我每个月都会去登记我每张信用卡刷了多少钱 最后在最后一年再做统整 而且你也可以把消费比较高的那些月份标记起来 来想一下自己那个月份到底花了哪些钱 顺便行事一下这些钱是不是自己真正该花的钱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你们今年刷最多的信用卡是哪一张吧 好那今天影片就分享到最后如果很喜欢 这支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你喜欢或订阅我 记得开启小孩当时才不会错过任何支影片的通知哦 也可以加入会员观看更多的独家资讯以及未曝关的幕后花絮哦 我想我是人的instagram跟粉丝专号不过格 大家记得去按赞追踪观看 我是轩地 我们下轩见 掰波 其实我真的在做统计的时候 我完全被Richard的Flygo卡吓到 因为它怎么会那么高 我自己那时候完全没想到会那么的高 今年年底我几乎都没有花到什么钱 就是每个月的信用卡账单加动起来并不会到非常的高 哦有啊 这几个月的费用可能会比较高一点 因为明年要带爸妈他们出国 那费用当然是由我们这边出税 相对来说刷卡的费用也会提升 但是我觉得自己都出税 我而且有能力的话是可以回馈一些事情给爸妈的 melhor 得莫